距离圣诞节还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客工福利组织和宿舍业者正紧锣密鼓地为客工准备庆祝活动 客工福利组织说 尽管今年的志愿者减少了两成 但他们通过学校和不同的企业寻找新的志愿者 让客工身在异乡也能够感受节日气氛 这家风营利机构每年都会为客工准备圣诞礼物 通常是志愿者捐赠的日常用品 以往也有不少人会亲自包礼物 但创办人表示 今年的志愿者少了约20% 六一方面西亚乌兰客工宿舍特地布置一番 让客工沉浸在佳节气氛当中 还可以拍照发给亲友 宿舍业者也计划为三万多名客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育同欢度圣诞节 电金佐不准备 电内派给 welfare